大家好,我是评头哥姐说 今天给你们来点狠货 安装最新的VMware Workstation虚拟机 在虚拟机装Windows 11和MacOS 14双系统 所有用到的工具我都会放在视频简介栏或者置顶评论中 在开始之前我想说几句 主要回答一下个别视频下方出现的问题 关于为什么我要用某客网盘分享资源 本来不想回答的 不过本着负责认真的态度 还是说一说 以下内容不为了推广谁而说 只是单纯地从一个阿婆主角度去看 第一点,某客能磁力下载也可以资源嗅探 第二点,某客就算不是会员也比某度下载速度要好 第三点,某客在某一堆的两三块一年会员 这点是其他网盘做不到的 很多人会说大部分一个月后会验证 然后会失效 退一万步讲 就算失效再买一个月 算下来一年也才二三十 比大部分要好吧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混迹互联网的始终要付出一点 也不可能什么都白嫖 不现实 最关键的是 如果你是某电商88会员 某客会员直接送 以上几点足以让我选择它 因为我需要考虑平衡 某度大家都说好 但它的会员很贵 某里就不说了 今天是这个政策 明天可能就是另外的政策了 我给你们看一个视频 我这个号是有会员的 看看下载速度 速度好不好你们看得到 某栏的话免费用户最大100兆 超过需要会员 也很贵呢 所以这就是我选择某客的原因 权衡利弊吧 好了言归正传 首先我们打开虚拟机关网 就是这个网址 进来之后拉到下面 下载适用于Windows工作战士器专业版 下载好了之后 直接安装 全程默认即可 这两个去掉不然很烦人 这里自己决定 到了这里需要注意 我们点击许可证进入 输入宇宙超级无敌密钥 装完之后打开虚拟机 点击上面的帮助 看看有没有激活 看到已经永久激活了 接下来就是安装Windows 11精简版 它去掉了各种安装限制 对于虚拟机安装系统来说 还是很方便 先打开创建新的虚拟机 这里默认 这个地方选择我们的精简版系统 下一步 名称随便写 这里输入一个密码 最少8位字符 然后下一步 默认的刺盘我们改大 虽然是虚拟机 但也要有一个好的体验 我直接改150 这里存储为单个文件 不会降低刺盘性能 这一页选择自定义硬件 4G的内存太小了 直接改成16G 处理器核心必须8个 就算是虚拟机也要体验好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如果你这里是打勾的 一定要去掉 不然会出错 其他的就默认不动 硬件改完点击完成 选择虚拟机创建完成 开始安装Windows系统 这里鼠标点击一下黑色区域 让鼠标进入到虚拟机界面 然后按回车 需要等待一会 由于是精简版 所以安装的时候是英文 但安装完 我们可以改成中文 这个过程要重启几次 为你们跳过 到这里选择国家 我们选China 默认键盘 跳过 需要5到8分钟 来到这里输入你想取的名字 输入密码 纯数字 最少四位数 确认密码 三个安全问题 随便取 答案随便写 全部关掉 都是一些建议和广告之类的 再次等待四分钟 进入桌面之后 我们看到是英文的 不急 右键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时间和语言 点击语言与区域 点击这个添加语言 搜索中文 点击下一步 出现这个需要注意 一定要把作为系统语言打勾 下载安装 等它完成 完成后 点击注销按钮 让电脑重启一下 再次进入桌面之后 就成了中文 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没激活 但不影响我们使用的 你如果是强迫症的话 也可以去网上找个密钥 现在还有点卡 因为还没有安装Tools工具 这个工具相当于虚拟机全套驱动 点击虚拟机 点击安装Tools 看下面的提示 在虚拟机系统里 右键开始菜单 点击运行 再输入框输入这个 看清楚 开始安装Tools 安装完成其虚拟机系统 再次进入桌面之后 分辨率可以随便调整 已经非常的流畅了 虚拟机安装Windows系统到此结束 接下来安装MacOS系统 首先我们要下载Python环境 这是它的官网 直接下载这个 下载完安装 这里需要注意 一定要在添加到系统变量前打勾 然后点击安装 等它装完直接关闭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虚拟机械锁器 这是Gethop上开源免费的 把压缩包下载下来 解压它 右键点击这个文件 如果你后缀名没有 点击上面的查看 然后在这里开启 不开也没关系 然后右键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全程不需要管 完成后 它会自动关闭 现在我们还需要下载最新的Mac 14系统 当然13也可以 我这里拿14系统做演示 文件有点大 以我这个网速需要4分钟左右 下载完打开虚拟机 创建新的虚拟机 这里默认 这里选择稍后安装操作系统 这里选择Mac系统 选择你要安装的系统版本 取一个你喜欢的名称 不废话 直接120G 同样选择第一个单个文件选项 这里一样的要自定义硬件 内存16G起步 处理器数量一个 内核4个 稳一点 然后选择新CD 这里选择使用ISO印象文件 选择你刚刚下载的Mac系统镜像 其他的不动 完成 到了这一步 先不要运行安装 还需要改动一下 不然安装不了 打开资源管理器 找到你的文档 进入后 选择这个文件夹打开 选择Mac打开 这里需要注意 如果你没有打开文件扩展名的话 这里只会显示文件名 所以你需要打开文件扩展名 以防止搞错 右键这个VMX后缀的文件 以记事本打开 我们复制这个代码到最底部 然后搜索这个代码 在记事本页面 按Ctrl加F键 呼出搜索框 粘贴代码按回车 蓝色光标 就是我们要找的 把后面这个VMXNRT3复制 回到记事本 把E1千亿删除 然后粘贴刚刚复制的 注意不要把双引号删掉了 搞定之后保存 现在我们来到虚拟机界面 开启Mac虚拟机运行 这样它会自动安装Mac14系统 第一步需要4分钟 到这里我们选择中文继续 这是第二步界面 先点击磁盘工具 选择左上角第一个磁盘 选中之后点击右上角的抹掉 取个喜欢的名称 抹掉之后关闭磁盘工具 然后点击第二个安装 继续 同意 选中磁盘继续 这里20分钟左右 期间自动重启不要管 这是来到了第三个界面 选择中国继续 继续 选择以后同意条款 这里取一个喜欢的名字 输入4个纯数字密码点击继续 不勾选定位继续 选择中国区 如果你选不中 返回上一步开启定位 然后会自动定位到中国区 继续 稍后设置 看你喜欢什么风格再继续 终于进入桌面 关闭反馈助理 这个时候我们一样会很卡 分辨率也很小 这是因为同样需要安装Tools 如果你点击安装 和我出现一样的情况 无法安装的话 那么下载这个镜像 然后关闭虚拟机系统 点击设置 点击CD选项 再使用ISO映像文件栏 选择刚刚下载的镜像 确定之后重启虚拟机 进入桌面之后 双击桌面的安装包 开始安装Tools 点击好 打开系统设置 允许 输入密码后 重启虚拟机系统 重启之后 你会发现丝滑般流畅 分辨率也变大了 爽歪歪 现在你可以随意切换系统 想上哪个就上哪个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 记得分享和点赞 以及关注我 每天分享各种精品软件 和电脑知识 下期见 下期见